白杜蘇瑞清洗台灣暴風圈已經籠罩了嘉義南地區 還有東南部跟澎湖帶來強風跟豪雨 而受到颱風環流外圍 那麼看到是外圍的影響 北部民眾其實有感的是強風 受到地形受運衝擊 北北基陶也出現了颱風所帶來的偏東風 刮起最大將近十級的強震風 已經接近了放颱風架的標準 完全不輸被颱風籠罩的恆春跟台東 沿岸風浪大遊客拿手機狂拍 中台杜蘇瑞在台灣西南海域打轉 二十七號是最接近台灣的一天 為中南部帶來強風好雨 但在北部也是超有感 突然一陣強風行人抓緊手上雨傘 以免開花杜蘇瑞持續偏北北西前景 南台灣不少縣市風強宇宙 恆春最大震風在八級上下 達到停客廷般戒備 而在北北基陶雖並非首當其衝 但颱風帶來的偏東風 也吹出七到十級強震風 接近颱風架標準 台灣附近的風向是比較偏東風 或者是東北風的這種情況的時候 那配合上整個地形的影響 很容易就會在台北這個地方 出現比較大風力的情形 中台杜蘇瑞一開始為在台灣的東南邊 以逆時征環流 台灣吹起偏東風 然而北北基陶因為地形上影響 就可能會出現十級強震風 地勢較高風力會更強 等到颱風跑到我們的西南邊的時候 整個風向就會變成是比較偏南風 那大環境轉成偏南風的時候的話 其實台北這邊就會有點被山脈給擋住了 所以整個風力就會很快的這種減小下來 杜蘇瑞颱風持續著北北西中國福建方向前進 杜蘇瑞從南台灣掃過 不只中南部風雨大 北部也不容小覷 防台工作不可馬虎 杜蘇瑞臨 台北報導